东发红 太阳伞 一条铁路 一面峭壁 一面零河 两个职工 这就是南昆铁路K511看守点的全部 为了列车行驶安全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昆明公务团看守工张文新 在这里一待就是八年 今年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次春运职守 近日 记者走进K511看守点时 张文新正在和他的徒弟耿松张贴符字 简单的装饰后 师徒俩踏上了巡查的道路 因为附近没有地名 K511看守点只能用南昆铁路的公里数来命名 这里地势险要 山体松散 山时发生滚落的可能性很大 因此 这里被设置为铁路最高等级的一级看守点 实行全年24小时不间断巡查监视 每隔两小时 张文新和徒弟都要在这短短590米的线路上巡查一遍 据了解 从2011年设立看守点 张文新就一直在这里工作 检查铁路上方防护网 蓝石墙 处理微数是他日常工作内容 这些年 他几乎都是在看守点过的春节 询线完毕后已是傍晚 徒弟耿松来到看守点还不到一年 这是他经历的第一个春运 张文新特意为徒弟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他家工作的一年 没在家里面 肯定有思路 但是张师傅既失 也是为父 有他陪着我 很幸福 很开心 接车 巡线 每天两个人都忙个不停 回到看守点 张文新还要给徒弟耿松讲讲一天的工作 提醒注意事项 他的认真也潜移默化地感染着徒弟耿松 就是工作上 他就是教会了我很多的那些知识 以及一些艰苦奋斗的精神 我会把他的那种精神传承下去 保证铁路的畅通 寂寥夜色里 只有看守点的新电光亮 第二天 两人又要开始寻查590米的线路 一群山 两个人 一个是坚守 一个是传承 只为了旅客平安回家